少年训练完打开宿舍大门 发现自己床边站着一个穿着性感内衣的少女 少年打量了一番少女 表示自己绝对不知那种看完后说谎自己什么都没看到的男人 然后坦坦荡荡的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礼善往来 他也可以脱光让少女随便砍 于是法米利昂第二皇女史黛拉 在考入东京骑士学院的当天 被看光以及被迫看光了别人 法刀者是能将自己的灵魂具体显现为武器 并用魔力加以操纵的人类 获得国际机关认可的法刀者 被称为魔岛骑士 获军学院是日本首屈一指的骑士培养学院 在选出最强学生骑士的无数比赛 骑星剑舞剂中 获军学院的代表总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于是黑发大姐姐被调任为新任理事长 对学院进行整顿 而就着她调任的第一天 出现了男女护脱衣服的闹剧 名为黑铁一辉的少年 诚恳地向史黛拉道歉 表示自己会像个男人一样负起责任 这没想到史黛拉直接让她欺负自尽 一辉当然不干 看个内衣这点小事 就要她的命是不是太过分了点 她刚出口史黛拉就发火了 浑身冒火的那种发火 黎市长见识不妙当场开流 炽热的火焰不断逼紧一辉 史黛拉体了心要给这个进她房间 用下流眼神玷污她身体的平民好看 眼看自己真的要被烧死 一辉赶紧拘光道歉 都是因为史黛拉太漂亮才让她看入迷了 史黛拉瞬间脸色爆红 消防喷头浇水熄火 一气呵成 史黛拉被夸得害羞不已 一辉终有了解释的机会 她真不是故意的 而且那是她的房间 谁能想到一开门一个姑娘在里面脱衣服 史黛拉以为一辉又在狡辩 就听见理事长开门通知两人 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是室友了 一辉不明白 因为学院的规定 能成为室友的必须是同一等级 为什么被称为天上最强天才的A级史黛拉 会和她一个留级生做室友 重点不应该是吐槽男女同住吗 一辉的等级是最低的F级 魔力量不足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其他能力也都是最低值 能使用的异能 只有最低级的身体强垮 外号落地骑士 是整座学院里最弱的人 而正是因为像一辉这么弱的人 找不出第二个 像史黛拉这样优秀的人无出其右 他们才被安排到一起 至于男女混住根本不是问题 不同意就直接退学 史黛拉只好答应 但是要和一辉约法三章 不要睁眼 不要说话 不要呼吸 还有一辉搬到门口 一辉当然不会同意 于是理事长提出 用劲来一决胜负 一场模拟战 胜者决定速舍的规则 不过既然要比 那要比的不只是速舍的规矩了 史黛拉提出 败者就像狗一样永远服从胜者 人家是男主 你确定要扒坑自己跳 一辉也只好答应了附加条件 一个小时后 在第四训练场进行模拟战 天才和凡人 在出生的瞬间 就决定了他们之间 无法颠覆的差距 没有才能的人 注定无法胜过有才能的人 所以他们只能放弃自己的理想 曾经的一辉 也因为自己低下的身体素质 而悔恨懊恼 但是有个人告诉他 记住这份悔恨 这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证据 所以即使是最弱的落地骑士 一辉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锻炼 而作为天才的史黛拉 也有着自己的烦恼 作为天才 所有人都觉得 他不用努力 也能够轻松取得现在的成就 没有人在乎他背后付出的多少努力 等级F的一辉 无法参加学院里的任何实战课程 一直被留级 历史长上任后 许诺一辉 只要他能取得七星剑武器比赛的资格 并取得优胜 即便能力之低下 他也能在这所学校毕业 所以一定会参加比赛的史黛拉 就成了他必须搭配的对象 模拟战是不对肉体造成伤害 仅仅消耗体力的战斗 史黛拉到场 比赛正式开始 古有灵状以幻想形式展开 银铁自手心拔出 一辉拔刀严阵一带 火焰冲天而上 史黛拉手持飞龙的醉剑 斩向一辉 高达3000度的火焰 一辉击下就等于自讨苦吃 他自然没有莽撞的和A级骑士正面硬碰硬 史黛拉的攻击 在一辉的巧历之下都被完美化解 但能从史黛拉的剑中 感受到轻锤白脸的重量 不仅仅是才能 还有非常巨大的奴隶 不过他已经砍穿了史黛拉的剑技 接下来就是他的反击时刻 一辉挥剑砸向史黛拉 史黛拉大持一惊 因为对方使用的居然是他的剑技 因为是最弱的落地骑士 没有人愿意交给他任何东西 所以一辉只能去偷学别人的剑技 追根究底融会贯通之后 他就能理解各种招式 并发挥出比原本更强大的力量 一辉对着史黛拉步步紧逼 单纯的力量将他剿下的地面砸出深坑 这就是他的剑术 剑技模仿 史黛拉到底还是年轻 秉承着既然能看穿他的招式 他就做假动作的想法 鲁莽地冲前一挥 一挥轻松用剑柄割挡 随后一刀斩向史黛拉大开的空门 轰的一声火焰爆开 银铁砍在了史黛拉的魔力护盾身上 火轰的魔力在他周边汹涌 史黛拉原本想在剑术上获胜 以此证明自己并非只有才能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 想要打倒一挥 他必须借用魔力 恐怖的火焰冲破天顶 火龙抛下着冲向一挥 然而一瞬间的功夫 一挥已经闪现到了史黛拉身后 恐怖的火焰根本触击不到他 史黛拉明显感受到 一挥的速度和魔力的提升 这是他不顾一切使用全部力量 把生命力都凝聚在一分钟的 罚刀举击 一刀修罗 一挥的速度提升到了极限 高高预期后 一刀斩向史黛拉 倾注了全部生命的一刀 终于破开了火龙的装甲 史黛拉硬生倒地 一挥也耗尽了全部的力气 最弱战胜了最强 而代价就是化身修罗 很久没有感受到败北的史黛拉 数得心服口服 只是他不明白 像一挥那么厉害的人 为什么是最低的F 李市长表示 等级是以罚刀者 所有能力为依据而平定的 一挥所擅长的剑术和体力 并不在平定标准之内 不过一挥的留级 是诸多原因促成的结果 李市长能告诉史黛拉的 只有一挥 即使被不断剥夺 实现梦想的权力 也一直相信自己从未放弃努力 史黛拉来日本留学的原因 就是不想被囚禁 在天才这一固有形象中 李市长建议他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却全力追赶一挥 那将会成为他宝贵的经验 史黛拉回到宿舍的时候 一挥因为体力耗尽 还在沉睡 缠男人身在的史黛拉 借机对着一挥上下击手 却惨遭郑主当场抓包 史黛拉坦坦荡荡地承认 是自己完全输了 输家要完全服从赢家的所有条件 这一条 一挥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一挥用最残烂的笑容 说着最腹黑的话 被一番激将之后的史黛拉 脸红着嚷嚷着他会遵守约定 不管是让他当狗 还是做瑟瑟的事 不过一挥可没这想法 他只是想和史黛拉成为要好的朋友 入学第一天 傲娇公主攻略成功 而在那之后 这位傲娇公主就觉醒了某些奇异的属性 一挥有每天晨跑20公里的习惯 史黛拉和他同居开始 也会开始跟着一起锻炼 一挥将自己喝过的运动饮料 递给史黛拉 一想到时代和一挥间接接吻 史黛拉抢过杯子 蹲蹲蹲 一挥的心情很好 因为四年没见的妹妹 今天要来破军学院上学 史黛拉顿时警觉起来 这个妹妹 不过是那种没有血缘关系的设定吧 得知只是普通的亲兄妹后才放下心 班主任名为折木幽里 是一个一脸慎虚的黑眼圈美少女 李市长接任学校之后 废除了以能力值选拔七星剑武器代表的规定 改为由全校学生参与的实战选拔 从实战赛胜者中取前六名作为代表 因此校内赛会从下周六开始进行 比赛的日程和对手将以邮件的形式 发送到学生们的学生手册了 每个学生至少都要参加十场战斗 大概每三天就会有一场 虽然不参加也不影响成绩 但毕竟是能给所有人平等参加机会的制度 所以他希望大家都能全心全意的加油尝试 话还没说完 尤里当场吐血倒地 史黛拉这才知道 老师是每天都会吐掉一身血的特殊体质 怪不得脸白成这样 一回合尤里是旧相识 也是多亏了尤里的认可 他才能来这里上学 只可惜因为能力基准值的规定 他完全不能参加所有实战课程 史黛拉还想具体问问 眼睛少女突然扑向一辉带球撞人 少女叫佳佳美 自称是一辉的粉丝 他观看了前几天一辉和史黛拉的比赛 希望能采访一辉作为新闻部的第一期报纸头条 见一辉整只手臂都快被少女的欧派淹没了 吃醋的史黛拉气得当场走人 一辉玩具了佳佳美想要去追史黛拉 却突然听见了人群中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环顾四周 一位白发的美少女走了出来 她正是一辉的亲妹妹黑铁猪奶 见到亲哥哥的第一面 少女一把推倒一辉 嘴嘴嘴亲了上去 史黛拉人都傻了 佳佳美狂按相机 入学第一天 妹妹强吻亲哥 是什么惊天大新闻 面对史黛拉的质问 猪奶回答的理智气壮 当然是和自己的哥哥接吻啊 接吻是爱情的表现 连恋人这种肤浅脆弱的感情联系起来的男女都能接吻 她和亲哥亲一下怎么了 不过是表达一下四年没见的兄妹之情 就算是夜里相亲相爱都是正常的事 还想和一辉亲热的猪奶被一把扔开 顿时开启了圣人物锦的冰霜模式 她和一辉的兄妹亲热 和她这位公主殿下有什么关系 史黛拉气得口不得言 主仆关系呗能有什么关系 她是一辉的仆人 吃到惊天大乖的同学们 觉得这学真没白上 起名鬼才家家美 更是人头条的标题都想好了 鬼出室友和奴隶皇女 在密室的淫乱72小时 一辉赶紧否认只是误会 倒是史黛拉眼上瘾 非要揪着这点 说自己是一辉的奴隶 猪奶一个叫的往外冒冷气 掏出武器消失于又灭了史黛拉 史黛拉也不是省油的灯 掏出大宝剑 就要和猪奶一叫高下 猪奶说史黛拉的武器 就和她的欧派一样又大又没品 史黛拉说 猪奶的欧派和心灵一样贫乏 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然后不出所料的 被理事长罚去扫厕所 在公共场合罚刀者 严禁展开灵桩 为者本该给予停血处分 不过看在两人刚入学的份上 只让他们扫一桌的厕所 于是史黛拉和猪奶 在互骂中扫完了全校27间厕所 黄昏的午后 两人又试了一波威 猪奶一个激动说漏了嘴 史黛拉这才知道 在黑铁架座中 一辉一直都被当成不存在的人对待 猪奶不愿意多说 回到宿舍 她的室友西院职 已经在房间里等候她多时了 心中疑惑不疑的史黛拉 却找了训练完毕的一辉 直求询问 一辉也并不介意 主动告诉了史黛拉自己的故事 她的曾祖父名为黑铁龙马 是在大战中 引导日本走向胜利的英雄武士 黑铁家是日本的名门 代代都培育出了很优秀的罚刀者 因为她没有才能 所以一直被双亲和亲戚们疏远 家族聚会中 从来没有她的位置 都当她是不存在的人 有一年新年聚会 她实在忍受不了 冒着风雪离开了家 差点死在山里的时候 她遇到了龙马 觉得不甘心嘛 那就记住这份悔恨 这是你没有放弃自己的证据 只要有不放弃的决心 就什么都能做到 那些简单的话语拯救了迷茫的她 于是一挥下定决心 要成为龙马那样的人 所以她立志成为骑士 不断变强 但是没有人愿意叫她东西 她只能一个人学习 最终来到了这座学校 但是黑铁家的人 不愿意让她这种弱者成为骑士 于是不断向校方施压 接受课程训练需要能力基准值 好在新的理事长废除了这条规定 一挥知道 今后她的路途依旧坎坷 但即便遍铁鳞山 她也不会放弃 一挥的经历 让孤独的史黛拉深深共感 她今后也会和一挥一起努力 绝不放弃 另一边珠乃也将她所知道的 讲给了西 她非常喜欢自己温柔的哥哥 但是有一天 她发觉了家人对一挥的所作所为 她从心底憎恨着那些人 于是她发誓 不管是父爱母爱 兄弟的爱 姐妹的爱 全部由她一人给予一挥 我以为你是长哥哥身色的变态 没想到你居然是大爱无疆的病娇